2012年,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新安江流域开展 安徽浙江以水质约法,共同设立环境补偿基金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作为新安江的发源地 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整个新安江流域的水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在休宁县,廊丝状园村桃园农舍里 劳作的村民前河根发现渔塘里出现了很多白色蠕动的不明物体 于是,立即向相关部门汇报 经休宁县畜牧兽医事务中心的水产专家现场鉴定 该生物是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 属于世界级宾微物种 当时他们告诉我之后,我就怀疑到是桃花水母 因为他们说的是水母,他们已经讲了这个词了 这个水母大家都认得,这个形状大家都认得 但是至于在淡水里面出现,它只有这一种 我马上就来了,马上就到时代来看了之后 这个一见了食物,自己马上可以肯定 就是桃花水母 据介绍,桃花水母是粒水母科的一种淡水小型水母 生活在清洁的江河湖泊之中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桃花水母只有三种 林延峰告诉记者,桃花水母由于其特有的习性 能在一个地方出现,说明当地的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 因为桃花水母它具有这种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 世代交替的这么一种特征 所以它的进化也是很慢的 它就是适应现代这个环境的能力 现在来说要很差得多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某一个地方出现了桃花水母 那么说明,至少能够说明它这个地方没有受到现代的污染 鱼塘中多只直径在两厘米左右 透明状的水母在游来游去 既然水母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那么看起来并不清澈的鱼塘 为何能成为它的栖息之地呢 我们刚才说了,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非常苛刻 但是这种苛刻呢,和我们通常的理解不一样 我们通常认为水质怎么样才好呢 很清澈,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像那个纯净水一样的,那才叫水质好 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小瓷潭 它也是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环境 既然是一个生态环境 里面的各种生物是相互起重用 如果这个水非常清澈 里面就没有浮游动物 那么桃花水母它也无法生存 它没有食物来源 桃源农舍地处安徽省黄山市 休宁县夹西河的上游 生态资源丰富 一年四季空气清新 农舍多年来立足传播传统农耕文化 保护水源,净化山地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涵养出了一个山清水秀 水体洁净的碧河生态循环小环境 桃花水母在此时出现 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们这个山上的茶园 我们老百姓都是 我们禁止用粗藻剂 禁止用农药 所以讲这个水质 它就生态就慢慢地得到了恢复 在水质方面 它包括它里面这里 所有的水 雨污 它都得到了 走地下分流 它这个山上 每一个树木 我们这个每个山人 每个树木都不准看法 所以讲我们这里估计 这个生态已经在慢慢地修复了 所以在发现这个水母 据环保部门监测数据显示 2012至2017年 新安江上游流域 总体水质为优 跨省断面水质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 二类标准 每年向千岛湖输送 60多亿立方米干净水 截至目前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第三轮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安徽浙江两省 在延续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 采取工程 经济 科技等措施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共同推进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